今天是要來富士山看楓葉 超會搭的蘿蘿草 很美 很美 你看 楓葉 富士山 超美的 這台灣人的打卡店 真的丸子耶 太可愛了吧 真的嫩的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的 人跟楓葉合照 超美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Irene 我現在人終於在富士山腳下了 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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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新宿搭了兩個小時的富士特輯 終於到了終點站河口湖 然後在下車之前我發現這個超可愛的富士特輯 它的外觀就是富士山的車 然後這邊好像也有一個紅色車 這個紅色車的話是 我記得它有固定的班次 它班次更少 它裡面超酷的 它裡面是那種復古的 我們剛剛搭的是這一台藍白色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出站去搭公車了 今天是要來富士山看楓葉 富士山的楓葉季是每年的11月 剛才從新宿搭快兩個小時來 我們搭的是富士回遊 先分享一下我們等一下要怎麼樣行動好了 第一日遊都是自助水龍湖 會搭環湖巴士 有三種有紅線藍線跟綠線 我們今天要找的楓葉景點都是用紅線 只要搭紅線這班公車就可以到了 還在河口湖池 河口湖站 走出來對面這邊就是巴士了 它辨別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紅線就是紅色 藍線巴士就是藍色 綠線就是綠色 三次都固定它有時刻表 我在網路上查到明明就是九點跟十點 可不知道為什麼一出來九點半又多開了 還是以現場為主吧 但沒關係我們就是在等半個小時 今天會去五個很有名的經典 紅葉隧道 紅葉走廊 大石公園 還有自然湖 生態 國務館 這四個點就是巴士就可以到了 然後另外我們還會再走二十分鐘 去開一個楓葉 以日遊 非常簡單都是搭這個巴士就可以 只是它的時間沒有那麼的密集 日本人都非常的準時 所以你們要先去把時刻表時間記下來 五、四、三、二、七、四 它在車載的方向 然後好像不管從哪個地方都可以看到它 喔!天啊! 我們到了快三、四十分鐘 來到第一個想去的點就是 自然湖深火館 在這邊的話除了楓葉的話 還有撥撥草 在這個季節的話 就是可以兩種植物翼王打進 在這邊捲天氣超好的 然後不管從什麼角度都可以看到富士山 在那邊 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 日本的風氣特別的新鮮耶 這邊也都有吃的 我想吃那個富士山冰淇淋 然後旁邊會擦一個富士山的餅乾 超級的可愛 剛開始開放 所以遊客還沒那麼多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 不覺得人都沒有想像這麼多嗎 對啊 我在問你 哈哈哈哈 對啊 這樣才好 對啊 大家快把握 這麼快來日本玩 我媽一直很想買這些食物 又是烤丸子 烤魚 烤魚耶 烤豆東西喔 我們等一下再來吃好嗎 我媽很熱愛這種食物 她買了這個紅豆的 應該是紅豆的吧 然後是這個 熱熱的耶 不知道好不好吃 現吃現吃 是紅豆餅嗎 我看 好像水煎包 喔 她很像你會買那種餅耶 嗯 看一下 皮是Q的 好像山東饅頭的感覺 好吃 從自然湖生活館站下車 然後往前走一點 就會看到大石公園 來這邊的話 我最想看的就是 波波草的部分 大石公園這邊 它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花 然後像六七月的話就有薰衣草 十一月上旬的話就有波波草 大家也知道波波草吧 就是粉紅色的那一個 想我去韓國看 但波波草最有名的是日本 在另外一個縣市 叫做柏銀藏冰嗎 就是一個公園那邊超級的大 那也是我未來夢想之一 這次想說富士山工業有 那就一網打盡 但是你們看一下 波波草居然不是粉紅色了 它已經枯萎掉了 上個禮拜 朋友來的話還是粉紅色的 夏天是綠色 十一月上旬的話它會變成粉紅色 現在的話就變成黃色了 枯萎的感覺 你們看 枯萎 這邊的話 在那邊 在那邊還有一顆 唯一一顆粉紅色 它比較慢熟 比較慢熟 對 只有它還在年輕其他 只有已經老年了 有客 沒有想像中的多 旅遊品質 非常的好 你們可以看到 啊 富士山被擋住了 剛剛富士山一路坐巴士過來 富士山很開闊 然後現在一直被雲擋住 所以看富士山要需要非常好人品 我們現在往這邊走過去 去看還有沒有其他的 這邊的話就是 河口湖的那個 自然的生活 館 裡面會有冰淇淋 小的紀念品販賣 有點失望欸 而且它撲鍋草超級的小片 超小片 但是我覺得抓它角度 會拍到很美的樣子 你還好 剛好拍到 對 我們剛來的話人比較少 往前面走走看 快速的結束了波波草的行程 我想要猜的是粉紅色的波波草 但它變黃色了 所以我們短暫停留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要走20分鐘去附近 一個有名的地方叫做 紅葉隧道 紅葉隧道這個點 它沒有公車可以到達 大部分的人都是自駕的人 去比較多 我查了一下 從河口湖自然生活管 這邊走到我們等一下要去的 紅葉隧道 20分鐘還OK 因為我跟你講來日本 來東京距離觀念都會偏差 覺得20分鐘走路是小case 但10分鐘才是小遠 對不對 正常啊 10分鐘超低 所以20分鐘正常 那我們現在就要走20分鐘過去 未來也要走20分鐘喔 但是我覺得網路上那個景 真的是很美 我覺得很值得已去 我先當你們的白老鼠 我們先走過去 如果我走過去景點 收手的話 你們就不用浪費20分鐘了 走吧 路邊兩旁都楓葉 日本這邊今天天氣很好 超好 怎麼拍就是怎麼美啊 有可惜那個波波草 我記憶中是那種粉紅色 紅紅的 很美 就剛剛是泡揮搭的波波草 超揮搭 可是也蠻有味道的 什麼 超揮搭的味道 超揮搭的味道 這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網路上說 大石公園那邊的楓葉 是整個富士山區最快紅的 可是剛剛看沒有什麼楓葉 而且 而且我在看網路上 也有人波波草跟楓葉一起拍照 可是我在現場都怎麼找 都找不到那個位置 但是我們剛剛那個 坐公車過來 有在一個也是超有名的拍照點 楓葉回廊 那邊楓葉就非常的多 這排的欸 對對對 然後我們先拍完這一區 等一下再回去那邊玩就對了 快到了 那個轉角處就是了 究竟走20分鐘 值不值得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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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喔 這個轉彎處就是楓葉隧道 究竟值不值得呢 很美很美 你看 那個 風一來 那個楓葉都在飄了欸 所以是房子跟楓葉一起 超美的欸 喔這邊 這邊很讚欸 我們尋覓一下哪邊拍照比較適合 好美喔這邊 然後這邊是富士山 然後這邊是楓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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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好像還不是 地圖好像還要再顯示在前面一點 那我覺得楓葉最多的地方 好像就是大家最常去拍 然後也有公車站點的那個 楓葉回廊的數量是最多的 欸好像到了欸 喔你們看這片美景 湖 楓葉 富士山 超美的 喔 富士山跟楓葉 太夢幻了吧 因為楓葉在搖 離我超近的 嘿 嘿 結果我們也遇到台灣人來了 我們剛剛本來要放棄 結果他們一來就找到了 這裡 感覺是這裡拍出去 然後跟這邊 他們好聰明喔 是嗎 來看一下 看一下 你在吃吧 我這裡才對啦 對啦 大家都在拍照 這是台灣人的打卡點 這邊變超多人的 大家都來拍照 然後這邊看過去 就是一個富士山家楓葉 我覺得走20分鐘其實還可以欸 但是要稍微找一下 我覺得要拍照功力好的人來 會拍比較美 我們找到一個好的拍照點之後 就是叫大家都在這邊拍 要站那個樹枝喔 你們來也要站這邊 喔 欸你們這樣超美的 這樣超美的 哇 哇 富士山富士山 拍的差不多準備回去啦 我們來問黃小姐 最嚴格的評審 因為她非常挑 每次帶她去什麼景點 她就說 阿這要開兩小時喔 阿這有什麼好看的 來我們就來問她 最嚴格 這裡值得走20分鐘嗎 很漂亮 而且沒有 沒有什麼人 然後但是我覺得 不會拍照的話很難 有點難拍出 網路上這麼美的照片 不過你是很會拍照 這個景點就是 蠻值得來的 很漂亮 那我們就跟富士山 跟楓葉說掰掰 我們要回去喝口湖自然科學館 吃冰淇淋跟午餐了 這邊再看伯伯草最後一眼 日本人的車都這樣超可愛的 小小的一台 都像那種玩具的感覺 超可愛的 我是山的丸子耶 太可愛了吧 我們走回來喝口湖自然生活館 這邊吃飯 明明看網路上說 這邊附近有蕎麥麵可以吃 剛剛看她館別 外面也有貼 就是各式各樣料理 章魚燒啊 豬排凍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們剛剛走了一層樓 發現只有禮品販賣部 然後跟賣冰淇淋的 找不到吃的在哪裡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買路邊的小吃 就是我們一開始 買了那個 很像燒餅的東西 我們就買了兩個 加水果 去廁所洗一洗 超客難的 簡單吃個午餐 然後我們在這邊待一下子 等一下會等 兩點多的遊園車 搭到那個17號那邊 去拍年夜回廊 她買了這個葡萄 一千塊日幣的 蠻大顆的耶 試試看 她有一個特殊的香氣 而且不會死甜 非常的脆 因為我葡萄只是 不用兔皮的葡萄 我覺得兔皮太麻煩了 可是我媽每次買的五指葡萄 我覺得都有點過甜 就是甜的剛剛好 現在富士山又被擋住了 要不然就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吃飯看富士山 她融入當地人 妳很像日本歐巴桑 從家裡自己帶花生來 除了買水果還買花生 還好 台灣的比較好吃 真的嗎 花生台灣比較好吃 買了一個 綠色跟紫色的口味 兩個都葡萄 對 綠色的葡萄 好可愛 我們去外面吃 超Q的 吃冰 我記得之前有藍色的口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沒有 我們點的是葡萄雙色 雙色超可愛 這樣一支五百塊日幣 嗯 不是可怕的味道欸 它顏色很可怕 但吃起來不可怕 然後有奶味 它沒有很樸 然後牛奶味道比較多一點 嗯 好吃的 我們換了一個位置 它還在吃 還在吃花生 到底要吃多久 我在吃冰淇淋在那邊吃花生 它叫我不要錄它 它覺得很跟小 你看證據證據 來這邊也很適合騎腳踏車欸 我覺得騎腳踏車 有富士山蠻不錯的 這邊超貼心的 它有附一個平台 可以讓你自拍 還是可以 然後就可以這樣 自拍 然後景都幫你設好 超級的讚 現在下午的兩三點 然後你可以看到富士山 它已經被那個雲整個擋住了 早上看富士山會比較清楚 尤其是大家 最經典叫做逆富士 平面很鏡子 整個空氣也都很清晰 沒有明霧 富士山會倒影在那個湖面上 最後兩個富士山叫逆富士 如果你想要拍的話是清晨的四五點 要爬起來拍 所以如果你想要拍富士山的話 建議是早點來比較好 像我們早上來的話 富士山就非常的清楚 它現在兩三點都已經被霧擋住 看不太清楚 結果我們吃飽 要準備搭車去農業回廊的時候發現 條麥麵在這兒 它在公車站還這邊 所以如果你們肚子餓的話 要來這邊才有熱熱的食物吃 我們剛剛非常順利的搭上公車 來到第17號在美術館 往前走大概30秒就可以看到最紅這個景點 紅葉回廊 這邊紅葉回廊的楓葉就非常的密集 跟我們早上第一個去的紅葉隧道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紅葉隧道那邊的話 可以同時看到富士山跟楓葉 紅葉回廊的話就是很單純 它就只有一個 一條小河川 然後兩旁都有楓葉 早上去的那是秘境 然後這邊算是一個枝葉 知名的打卡點 它是標在地圖上的 所以這邊遊客人潮也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你可以看到兩旁 它有一些攤販可以逛 我覺得相較起來 我還是比較喜歡早上那個地方 因為早上那個地方 可以看到富士山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比較單純是楓葉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 現在已經下午了 沒有什麼陽光 然後比較起來 就沒有那麼漂亮 因為我們早上 坐公車經過的話 其實是很漂亮 你看會讚嘆那一種 那我們往裡面看一下 它裡面還有橋去看一下好了 這邊拍照其實很美 但因為遊客太多了 有點難拍到空景 除非你要早上來 就會比較少人 都是楓葉 都是楓葉 非常的密集的楓葉 這點半過後 點燈了耶 變得非常浪漫 合的兩道都有燈 超浪漫的 這邊的楓葉它樹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的 就是人跟楓葉合照 這邊的話如果要照到 很漂亮的照片 是蠻簡單的 早上來陽光比較充足的話 比較美 然後另外你可以看到現在 遊客 非常的多 三四點就已經有點燈了 然後但是因為天空還有點亮 天色大概四點半天色 按下來 我就會非常浪漫 就不一樣的感覺 日本有一些譬如說 銀杏祭或是楓葉祭的集結 特別的點燈 所以如果你白天時間不夠的話 也可以安排晚上來 也會非常的漂亮 往前走一點去美術館看一下好了 因為美術館它其實我記得是要門票 但是它門口也有楓葉 門口建築物也很特別 所以我們想說去前面看一下 只要走路兩分鐘 我們剛剛從頭然後一路往美術館走過來 然後發現這邊有超多超多很紅的楓葉 你看這邊 這邊一株大的 然後那邊有一個超紅的楓葉 而且它們都長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可以非常輕易的跟楓葉合照 所以大家如果你們在人潮很多的時候 來到這個楓葉回廊的話 不要擠在前面拍照 我覺得非常讓費時間 因為你等很久 又根本就是等不到什麼空間 我覺得你直接往後走 你看 隨便你要怎麼選都可以耶 超級的美 而且都很紅 很漂亮很漂亮 我覺得這邊還是很值得一來 真的非常的壯觀 很美很美 美術館到了 美術館到了 我們去美術館看一下 就是這個門 你們看 是很有名的景點 然後它上面有楓葉 對很多人都會在這邊拍照 好美喔 好美喔 這邊很美耶 對 美衣哥 很危險 看到底 沿路走來全部都是掉落的楓葉 超級的奢侈耶 楓葉掉滿地耶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楓葉掉滿地 全部都是楓葉 都是楓葉 滿滿的楓葉 也是滿滿的人 台灣大媽又在騷擾狗 你看 他臉超不爽的 哈哈 台灣大媽騷擾狗 他臉很不開心耶 旁邊還有一些市集 攤販 這種 然後還有賣一些小雜貨的 然後一旁還有吃的東西 距離搭車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到這個 類似圓遊會的東西買東西 然後我媽點了一個炸雞 更好吃 我剛剛已經偷吃了 它非常的juicy 超好吃耶 我覺得它這邊食物看起來都很美味 有炸雞烤地瓜 肉捲 牛肉什麼吃起來 種類非常的多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會再搭兩個小時的車回新宿 可以在這邊買東西吃 買一些熱食 然後回去車上吃 結束了一整天的故事山之旅 我們現在要搭車回新宿車站了 回去前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今天的這四五個景點 你最喜歡哪一個 有河流的那個 他喜歡最後那個 所以你喜歡最後的同一回廊 錄影起來很美 很像年輕片 超美 對 我覺得那邊的話錄影很美 可是拍照有點難 我覺得就是用肉眼觀賞就好了 如果要拍照的話 還是先去那個 河 什麼河 河口湖自然那邊 就是有波波草那邊 拍照其實蠻棒 因為那邊地很大 比較不會有人擋住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留言 還有分享給你說要去富士山的朋友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們有幫助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這邊有一個大楓葉 超美的 等一下要跳下去喔 然後如果沒有跳下去 就會就是被送下去了 小朋友來戶外教學 那個帽子太可愛了吧 我媽買超多的 真的快到了耶 前面是太妝 終於 這邊有富士山 可是哪一個是富士山啊 這個嗎 這個是富士山嗎 在旁邊 我們又來吧 現在是一支 我們再見 我們在旁邊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